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当地民众共同努力下建区繁荣 同时积极发展观光事业吸引游客 澎湖街景整齐美观 建筑物平时无华 街道宽敞 没有大城市的交通拥挤的喧闹声音 马路都铺上平坦的国游路面 在街头散步就好像步行在硬式的地毯上一样 使人感到舒畅和宁静 为了要追上时代繁荣市场 建筑物一天一天地在新建中 澎湖是一个美丽的海岛 澎湖也是一个富饶的海岛 澎湖县的学童 在寒假中 在春节前 从事一项极有意义的活动 那就是加强实践国民生活须知 澎湖县主任秘书杨吕康 曾亲自训免服务队员 要以任劳任怨的精神来护起这崇高的使命 浩浩荡荡的队伍 带着打扫的工具 由老师率领向脏乱进军 学童们在大街上 电影院 用他们的劳力 用他们的热忱 整理势容 维护清洁卫生 这民们看到自己的子女辛勤的工作 都特别的合作和爱惜 马公正的势容 面目一新 澎湖四面黄海 屹立在台湾海峡 由大小六十四个岛屿组成 土地非常贫瘠 近年来在县长 蒋祖武和当地民众 共同努力下 建区繁荣 同时积极发展观光事业 吸引游客 澎湖街景整齐美观 建筑物平时无华 街道宽敞 没有大城市的交通拥挤的喧闹声音 马路都铺上平坦的博游路面 在街头散步 就好像步行在硬式的地毯上一样 使人感到舒畅和宁静 为了要追上时代繁荣市场 建筑物一天一天地在新建筑 澎湖是一个美丽的海岛 澎湖也是一个富饶的海岛 澎湖县的学童 在寒假中 在春节前 从事一项极有意义的活动 那就是加强实践 国民生活须知 澎湖县主任秘书杨吕康 曾亲自训免服务队员 要以任劳任怨的精神 来顾起这崇高的使命 浩浩荡荡的队伍 带着打扫的工具 由老师率领 向脏乱进军 学童们在大街上 电影院 用他们的劳力 用他们的热忱 整理势容 维护清洁卫生 镇民们看到自己的子女 辛勤的工作 都特别的合作和爱惜 马公镇的势容 面目一新